第十三个字母 诗人说我好爱慕 我何等的爱慕你的律法 以至于我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律法 这让我们想起诗篇的第一篇 想起那个有福的人 就是爱慕神的律法的人 昼夜思想的人 那他会使我们生命里面 何等的经历到这句话的真实呢 诗人做了三个比较 九十八节到一百节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当一个人不断的爱慕 信得过上帝的话语 以至于很真实的 面对他生命的挑战 他就终日来思想 那神是怎么说的 我该怎么做 他就会经历到 神的命令如果长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仇敌包含魔鬼 包含罪恶 诱惑 试探 甚至从人来的攻击 毁谤 嫉妒 这些邪恶的力量 经过他们的轨迹 精心的设计盘算 会使我们跌倒 但是呢 我们喜爱神话语的人 因为我们面对我们 这么困难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去思想 那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 我该怎么做 弟兄姐妹 这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从来不翻圣经 从来不去找神的话语 你在最关键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知道 神要给你哪一句话语 以至于能够比你的仇敌 更有智慧 不读圣经 怪不得 这个圣经到用时方恨少 怪不得你始终处于被仇敌 这个挨打的地位 九十九节说 我也会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我的师父代表 比我更有智慧 更聪明的人 更有经验的人 但是呢 人的智慧有限 终究没有办法 比得上神的智慧 一方面我们感谢 我们有一些师父 在教导我们 但是我们要明白 做师父的也是有限 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 面对新的挑战 是以前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老师 甚至是我们属灵的长辈 他没有教过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 倚靠神的话语 倚靠神的话语 思想他的法度 我们会比我们的师父 更加的通达 一百节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年老的人代表 他人生的阅历 人生的经历比我丰富 但是人生的阅历 经历再丰富 也比不过上帝的话语 更为丰富 更为宽广 因此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一百零一节 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 为要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 有六百一十三条 上帝的诫命 分成两个类别 一种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这个叫做训令 有两百四十八条 另外一种是 你不可以怎么样 你不可以怎么样 这叫禁令 有三百六十五条 一百零一节 跟一百零二节 诗人在这边 用上帝给他的律法 来作为禁令 禁止他去走邪路 禁止他偏离神的道路 一百零三节 你的言语在我上唐 何等甜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这一节讲得真好 神的话语是需要我们 咀嚼 细细的品尝 然后常常回过头来 默想 甚至是去省思神的话语 我们对于神的话语 不要胡伦吞早 读过去 看过去就算了 而是当我们真的 面对到生命中 各种的挑战的时候 各种的困难 甚至是我们的失败的时候 我们就要细细的去 省思咀嚼 默想神的话语 以至于我们就发现 神的话语在我的上唐 就是在我的口中 读起来的时候 他有何等的甘美 在我的口中 比蜜还要更甜 感谢神 神的话语是经得起考验的 当我们常常在过程中 靠神的话语 重新 咀嚼 重新去默想 省思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神的话语 没有错 神的话语 是救命的仙丹 比蜜还要甜 104节 我借着你的训词 得以明白 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当我们咀嚼过 省思 默想过神 伟大的话语之后 让我们可以看破很多 很多的仇敌的轨迹 也可以让我们对人生 看得更透 看得更懂 因此呢 我借着你的训词 得以明白 以至于呢 我们就可以变成 何等的越来越爱慕 神的律法 也何等的越来越恨恶 一切的假道 假道就是 不是真理 因为不是真理 它就是假的道 是错误的道路 会使我们的结局 是痛苦和灭亡的 有时候我们想把 有限的东西 来取代 无限的东西的时候 它就不是真的 它就是假的 包含仇敌的智慧 包含师父的通达 包含年老人的人生阅历 他们都不能取代 上帝的真理 因此要用 这个奸诈的轨迹 或是智慧的通达 或是人生丰富的阅历 想要用这些东西 而不来依靠神的话语的人 他就是在走假道 而不是在走真道 这也是值得我们去 省思的 我们再来看 第十四个字 论 105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聚首第一个字 神的话语是我脚前 每一步路的灯 也是我路上的光 这真的是很好的描写 上帝的话语赏赐给我们 好像是脚前每一步路的灯 他不会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就能够立刻把我们脚前所有的路 都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 我们是靠着神给我们的话语 信靠他 当作我们路上脚前每一步路的灯 代表什么 你每一天都倚靠神的话语 不要骄傲自大 每一天的每一步路 都来倚靠神的话语 那这就是最美的路 而且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不会因为信了主 路上就亨通 永远不会遇到困难 我们也不会因为信了主 就无灾无病 风平浪静 路上的光 只是把路 黑暗看不见 照明了 可是并不会改变路况 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往下看 106节 你公义的典章 我曾启示遵守 我必按事而行 我甚是受苦 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话 将我救火 所以才需要灯 才需要光 耶稣说 对我们这些信靠他人来讲 他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呢 他让我们在世界上的恩典够用 他让我们靠主 有信心 有力量 所以呢 路不好走 我们才需要有灯 有光 108节 耶和华 求你愿纳我口中的赞美为公物 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 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 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 恶人为我设下网罗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正因为这一路上有危险 有恶人 有罪的网罗 我更需要神的话 成为我脚前每一步的灯 成为这一条不容易走的人生路程 路上的光 因此呢 我的口一想到这样 我就要来赞美你 来向你献祭 因为我安全了 虽然我不一定 所有的每一步路都已经看到 但是我依靠你的话 一步一脚印 我每一步路都是安全的 都是得胜的 我想到这样 我口中就要来赞美神 献上我的赞美 作为献祭 111节 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 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我的心专向你的利率 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1112节 一直在强调 永远永远 一直到底 必被保守 必蒙保守而走到终点 这是一个强烈的对照 虽然神的话 只是我脚前每一步路的灯 虽然神的话 只是照亮 我这个不容易走的这条路 没有改变路况 但他只有照亮 但诗人说 这样就够了 我只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 虽然路不会因为这样而就立刻被改变 但是我只要这样一步一步跟随神 我必走到终点 我必一直到底 我永远遵行神的话 虽然每一句话 只能带我往前再走一步 但我每一句话都遵守 我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走 永远遵行 我已经知道 我必安全地走到我的终点 一直到底 哇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赞美你 主事的你的话语 真的是永远长存 我要赞美你 因为你的话语 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主啊虽然路不会永远是平顺的 但是路上有光 我就不会跌倒 虽然我没有办法知道 我所有的一生的事情 一生的道路 但是有你的话 做我每一步路脚前的灯 就已足够 主让我谦谦卑卑的 一生抓紧你的话 往前走每一步路 我永远遵行 我就必平安抵达终点 这一生也都是恩典之路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